FPS游戏里自然少不了战术装备,而这些战术装备中也不乏奇葩,这期我们就盘点一下战术装备中的奇葩,这也就是来自喜爱族,穿越火线的奇葩手雷,高爆手雷这不高爆手雷,其实外观是闪光弹,闪光弹的外表,里面却是闪光弹, 也充满了致死的爆破炸药,敌人炸一看,是个闪光弹,立马闭上眼睛躲开光源,结果被炸得粉身碎骨,据说当时是有戏开发商,还是代理商觉得,这个很帅就掏了一个高爆手雷的数据来买,腾讯帝国还是很会经营的呀,不像手雷的急爆手雷,怎么都不像手雷,伪装成一MP弹的手雷,在敌人保护电子设备的时候突然爆炸,将代翼的敌人炸开花, 但是现实里其实也没有一MP弹射个武器,只是其他游戏的一个外外产物,不过其实也有原型,不过非常的大,并且也不是什么投掷物,现代科技不可能做得这么小,这个估计是CF的废案,被腾讯帝国拿来做手雷的,防爆装置魔法拦截器,来自魔法召唤, 也就是使命召唤OL的手雷克星,防爆装置,在游戏里能够拦截敌人手雷弹等爆破物,投掷物以及RPG,现实里也有这个的原型,不过并不是这个的样子,而是,这个样子下图,是非常大的一个装置,原型是装在坦克上面的一个拦截器,拿来拦截RPG什么的,据说拦截率非常高, 能大大提高存活率右耳手雷在CS,勾游器中,这是一颗能够持续发出枪声的右耳手雷,发出来的枪声随即,有时候是AWF,有时候又是小手枪,不光如此,这个小家伙还会干扰对面的雷达标记手雷的位置,拿到混淆敌人情报的作用,原理不明,非常魔幻的一个装备,不过游戏就是游戏,吐槽一下就好了,大家也别叫真去批评游戏厂商, 请务必让蓝洞倒闭